在日本购房时,中国人需要注意以下事项。 法律规定,房地产法律,了解日本的房地产法律,包括土地使用权,产权转移手续合同条款等。 你可以咨询专业律师或房地产经纪人,确保你对相关法规有基本的了解,购房程序,了解购房的程序和步骤,包括签订合同申请贷款,办理产权转移等。 确保你理解每个步骤的要求和所需的文件,财务规划、预算和贷款。 在购房前,制定一个详细的财务计划和预算。 考虑房屋价格,购房税贷款利率物业维护费、保险费等因素。 并确定你的购房能力和贷款额度,与不同的金融机构联系,比较贷款条件和利率。 选择适合的贷款方案。 额外费用,除了房屋价格和贷款费用。 还要考虑其他额外费用,如购房税印花税、律师费、中介费等。 确保你了解这些费用,并将其纳入财务计划中。 房屋类型、公寓。 日本的公寓通常以公寓单位出售。 具有共用的设施和管理规定。 了解公寓的管理费。 规章制度、共用设施的使用条件等。 独栋房屋。 如果你考虑购买独栋房屋。 需要了解土地和建筑的所有权。 使用限制、建筑规范等。 同时确认房屋是否符合防火地震等安全标准。 土地、购买土地,可能涉及到更多的法律和规定。 如土地用途、开发限制等。 确保你了解土地的规划和限制。 并确定土地的适用用途。 地理位置、基础设施和便利性。 了解所在区域的基础设施情况。 如交通网络、医疗设施、教育机构和购物中心等。 考虑生活便利性和日常需求。 区域规划和发展。 了解当地的区域规划和发展前景。 包括道路扩建、新建设施、城市更新计划等。 这可以对房产价值和居住环境产生影响。 贷款和金融事务。 贷款申请与多个金融机构联系。 比较不同机构的贷款条件和利率。 了解所需的文件和手续,并提交贷款申请。 与专业的贷款顾问合作。 确保你理解并满足贷款要求。 按揭贷款。 如果您选择按揭贷款。 了解贷款利率、贷款期限、还款方式和还款计划。 确保你明确了解每个还款期限的要求和责任。 房屋状况和检查。 房屋检查师。 聘请专业的房屋检查师进行全面检查。 确保房屋结构、设施电器和水奶系统等方面没有潜在问题。 房屋检查报告将帮助你了解房屋的状况和维修需求。 旧房维修,如果购买旧房。 了解旧房的维修历史和维修费用。 考虑将维修费用纳入预算,并确认维修工作是否符合当地的建筑标准和法规。 税务和费用、购房税和印花税。 购房时需要缴纳购房税和印花税。 了解税费的计算方法和支付程序,并确保你有足够的资金。 用于支付税费、律师费和中介费。 购房过程中可能需要购用律师或中介代理。 了解他们的服务费用和付款方式。 确保你理解并统一相关费用、语言和文化差异。 沟通和协商 购房过程中需要与不同的人员和机构进行沟通和协商, 包括卖方、律师、中介等。 了解日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。 或者寻求翻译和咨询服务的帮助, 以确保你能够顺利地进行交流和理解相关信息。 这些注意事项旨在提供一个全面的指导, 但并不代表详尽的清单。 在具体购房过程中, 你应该根据个人情况和具体地区的法规, 寻求专业的法律和房产咨询帮助, 以确保你的权益得到保护, 并遵守相关的法规和规定。